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不敢相信这些玩意儿也能成为游戏里的武器 首先登场的便是童年经典矿泉水大炮 放到游戏里轻轻一拧 直接就能用瓶盖敲醒对方沉睡的心灵 然后童年文具转鼻桶也不甘示弱 在CSGO博主邪神卡拉索的一顿操作下 瞬间成为了杀人于无形的粉色加特林 随后他更是在线帮粉丝们定制起了奇葩武器 先是嘎子偷狗竞标成功 虽然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接着电击插牌也有幸得到了完美复刻 美中不足的就是一场战斗下来 电费估计得花不少 什么你说这都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那你一定是没见过 他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荆棘反甲 马蜂窝枪管 以及能装手榴弹的自动步枪 而这一系列的重型武器 也让粉丝亲切地称呼他为斜身重工 但是在斜身的所有发明中最让我震撼的 还是下面这颗堪比意大利炮的巨型子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